平等生活劇場,由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電台第一台聯合製作 誠哥,我明白你的情況 讓我幫你問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你 阿萍,什麼事皺眉頭? 我有個朋友,是開小型公司的 他的市場推廣完,因為隻骨受傷,要睡床 都不知道睡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復工 我朋友就炒了他 現在那個僱員說要告他殘疾歧視,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要看看你朋友公司的實際情況 雖然殘疾歧視條例列明 僱主要為有需要的員工作出合理的便利措施 但如果這些便利措施 是會為僱主帶來不合情理的困難 那就未必會構成違法的殘疾歧視 我朋友的公司只有一個推廣完 在他請病假之前,公司已經在虧錢 所以都沒有能力請臨時工來替他 我朋友已經開了OT、盡力做 但還是搞不定 按你這樣說,除了財政影響 以公司的規模、不太樂觀的前景 以及員工長期放病假之後 可以復職的機會來看,你朋友 或者可以引用不合情理的困難作為抗辯理由 真的可以? 那也要考慮個案的所有相關情況 因為到底是否構成不合情理的困難 是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而考慮的因素就包括公司規模和財政資源等等 多謝你,基哥 讓我馬上告訴他